南投县社区评件工作陆续开始 日前的活动来到祖山核心社区热闹登场 所持参与评件 社区也用请准备展现成果 先愿有瑞芳相信核心社区的金银亮点 参与评件能获加基 很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三个核心社区 今天也接受我们的绩效组的评件 江理事长的带领之下 感谢你感受 大家都很努力很用心 把这个核心社区经营的很不错 跟以前不一样 真的我们江理事长带领几件事团队 非常的用心 希望能够今天的绩效组的评件 能够有很好的成绩 先愿参丰评件肯定核心社区的用心经营 不论在充实设备或是活动办理 都照顾民众 其他这样的用心能获得评件能源高分肯定 跟我们的评件委员做一个报告 江松治理事长以及 我们的理监视团队 相当相当的用心 像我们的几个议员 申请了许多的经费 来充实整个社区的设备 让我们的长辈能够在这个社区当中 非常开心的 在这边做任何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的社区它有非常多的一个特色 这个活动不仅仅是我们的长辈非常的开心 我们的里民也都非常的开心 看到长辈开心的表情 我想这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 希望我们评件委员能够给予最大的肯定 因为有发展协会的用心 核心社区才有现今的盛况 先愿陈玉林也希望透过评鉴 让社区获肯定 为之后发展带来更多动力 核心社区从零到零 其实很多年 玉林都一直都有在参与 真的是一路走来非常辛苦 那看到整个社区 它整个的发展 到现在来 它的人数非常多 而且来到现在的时代 他们的身心都是非常开朗的 那我们也非常的乐见 这个就是我们长辈2.0之下呢 所树立出来的最好的 对老人最好的照顾 那我们很希望说 藉由这次的技巧组的一个评鉴呢 能够让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鼓励 能够让他们得一些奖项 让他们能够继续往前 先运有好感谢核心社区的用心经营 期待内有评鉴旅人的肯定 能够让社区日后发展 有更好的提升 这个评鉴列车走到了祖山 那我们也看到核心社区 在理事长江聪志的带领之下 那非常用心积极的 让大家能够做一个社区巡礼 敲击的这个大股 还要包括这些 我们长辈的一个欢迎物 还都在这里迎接着委员 那在这次的评鉴 也拜托委员能够加加分 给予我们社区的长辈 这些辛苦努力的准备 更大的信心 让我们核心社区 以及整体祖山的社区发展 越来越好 还大家越来越活泼 还越来越生动 还让我们祖山社区 越来越赞 议长和尚风肯定核心社区的用心经营 为民众提供了许多服务造福地方 也相信这样的优质社区 餐理品鉴 一定能够获得高分肯定 记者卢依凯祖山采访报道 记者标志 好